在最新一集的Running Man中 劉再席故意捉弄金中国和宋志孝 引起众人爆笑 节目一开始 刘再席就对金中国说 你和志孝就这样单独两人在家 原来是因为金中国曾在个人频道上 邀请宋志孝到家里做客 金中国连忙解释说不是那样的 那明明是工作啊工作 但刘再席听完继续挖坑 令我惊讶的是 志孝怎么看起来那么自在 其他成人也附和 看起来很熟悉那个家 事实上宋志孝在金中国家里 不仅全程素颜 吃饭吃到一半还躺在沙发上 就像在自己家中那样自在 杨世灿甚至在一旁加油添醋说道 拍摄结束后志孝姐就走了嘛 还是睡了一觉才走 一番话让她差点被金中国揍 也惹来宋志孝飞踢 看到两人这么生气 哈哈表示让人怀疑 你们真的在交往了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